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了后眼 他们还老看了 那你车当然锁着吗 声东击西 让人防不胜防 真的 我都想哭 怎么回事啊 这人带着我应该在管大狱里边啊 屡次中计 他却为何选择了沉默 一般的我就想都不得讲 新隐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在北方农村地区 到了某个约定俗成的日子 一些乡镇就会迎来一次 集中的商品交易活动 大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将这段监控录像 拿给了另外一个商户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 那个拿走包的人 就在一个月前 也把他的包给偷走了 车楼的人 有啥呀 包的人 有手链 项链 还有两部手机 这还有别的吗 还有那量 你把他想的 我记不清 这个商户叫王健 王健说 他常年在外做生意 担心贵重物品放在家里不安全 所以就把一些金银手势 随身带着 放在自己的车里 那边都放在那副驾驶 都放那边的 对 正是早起出单的时候 这个都是有人知道 你这包里边都有啥子的 你值不倒 值不倒 王健说 那天开始没有多久 有两个男的来到他的摊位前 他们过来之后 完了问我这个鞋 问我这个鞋多少钱 我告诉他出了一百 一百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这挺贵 买个便宜的 我说你都买个便宜钱 此时王健开始招呼其他顾客 那两名男子依旧在他的摊前转悠 绕过来到我的车的前面 到我车的前面 完了到车的前 大约有四五米的位置 我看个后人 他们还老看我 看我这结果我都回来 我都到我这车的 车的这车楼子这边 我都打开车门我看看 我发现我的包不见了 当时我都感觉这些人不对劲 我都老看他们 他们都一直在跑 前面两个后边一个 当时你追出去了 我追出去了 由于嫌疑人跑得太快 王健始终没能追上 此时他才意识到 妾贼应该至少有三个人 摊位前的那两位男子 假装买鞋 不过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真正实施盗窃的是他们的同伙 通过现场勘察 警方没有提取到 有价值的指纹信息 嫌疑人在实施盗窃的时候 应该是戴了手套 据汪某描述 当时跟他打仗的这两个人 他看清了 第一名犯罪嫌疑人 年龄大概在五十五岁左右 第二名犯罪嫌疑人 年龄大概在五十岁左右 走路的过程中 不知较低 有点堂地 商户王健说 因为有金银手 是在包里 他背到的物品 价值八万多元 商户蔡先生背到的包里 也有现金三千元 建议嫌疑人 娴熟的作案手法 警方判断 这伙人绝非出犯 就在此时 一个姓范的商户 又找到了警察 跟王健一样 范先生也是在 急事上摆塌时 被窃贼 从汽车驾驶室里 偷走了一千多 范先生回忆 当时也是有两名 中年男子 来到他的摊前买米 两个人仔细看了 好几种米 要么嫌米不好 要么嫌价格太高 如此交流了几分钟后 两个人最终 什么也没买 就离开了 随后 范先生打开车门 拿东西 才发现车锁 已经被撬开了 根据范先生的描述 警方更加确信 这几起案件 都是同一伙人所为 范先生说 他从2017年的9月 到2018年3月间 已经连续遭遇了 三次盗窃 每次的损失 都在一千元左右 你这三回都报警了吗 三回都没报警 回去车我媳妇说你了吗 那我不跟家说 我那个人 让他 他心里也报 我心里 我几个只都得了 我不跟家说 一般的 我经历都不跟家说 范先生说 他是做小本生意的 每天起早贪黑 也就能赚一百块钱 三次被偷的钱财 几乎是他一个月的收入 因为一个小案的侦破 其实很大程度上的社会影响力 也不比破一切命案要小 因为这起小案 它能关注了好多家庭和背景 可以这么说 正是通过这些小案的侦破 增强他们对社会的安全感 增强整个社会综合治理的社会效果 警方在调查后发现 在当地遭遇盗窃后 选择沉默的商户并不是个例 这要丢多少钱吧 六百多块钱嘛 千包里 在那个 这个不这个 中生车不是有小家具箱吗 家具箱吧 对对对 这牵羊子挡哪去了 挣在后边去了 挣在后边 挣在后边 这牵羊子在哪个是 在那后边找 那块有哪个人买那个 买那个糖水果 那块有一个人也要买那个 鱼花糖 这儿有一个人买这个 这个买这个 梳理这些案件 警方发现嫌疑人作案的手段完全一致 在串并了多起案件之后 警方终于找到了一段嫌疑人作案时的影像 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看到的 蔡先生的包被盗使的画面 此时警方已经可以确认 该团伙一共有三个嫌疑人 其中一人负责盗窃 另外两人负责采点望风和配合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通过对已有线索的汇总 警方判断 三名嫌疑人年纪在50岁至60岁之间 因为他们作案的范围较大 并且是来去都非常迅速 警方分析 他们必定使用了交通工具 从交通工具入手 是否能找到嫌疑人的行踪呢 在办案中 被偷的商户大多是当地的农民 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而接连发生的盗窃让他们苦不堪言 都是挺伤心难过的 这600多元家伙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因为还对起码的一个多月 白卖 真的我都想哭了 没这呀 岁数大了 都100多块钱呢 那是 我得多少天 挣100块钱呢 哪想到这事啊 推可恨我们说 这人得说应该在 关大狱里边啊 神秘男子独自现身 他的同伙呢 然后他就从这边跑了上来 我就追了过去 如果他车案 他应该是三名宣言之外 第四个汉堂 黑色轿车来了又去 看警方如何识破谎言 车辆里边有一个司机 一直在车里面没有下车 新隐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这是警方新进掌握的 其中一起案子的案发现场 监控视频中 穿浅色大衣 戴帽子的中年男人 就是嫌疑人 经过商户辨认 他就是警方之前认定的 那位一号嫌疑人 此刻他正在一辆货车的 附近转悠 不一会儿眼见四周无人 快速钻进了货车的驾驶室 拿走了车里的包 当时控单的这个 监控录像看着呢 在犯罪嫌疑人 实施盗窃的过程中 前面也有人跟谈户 跟这个受害人那儿买东西 除去这个一号嫌疑人 警方在监控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同伙 不过这次盗窃并不顺利 就在嫌疑人离开现场时 商户发现了他 然后他就从这边跑了上来 我就追了过去 当时几个人 当时是跑了是一个人 孟先生说 当时他对嫌疑人紧追不舍 见此情况 嫌疑人把偷来的包扔在了地上 孟先生捡包之后 看到嫌疑人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警方立刻对案发时间段内 进出这条道路的黑色轿车逐一排查 刘依存 河北省玉田县人 十年六十一岁 警方调查后确认 他并不在之前掌握的那三名协议人之内 为了一探究竟 警方把刘依存传唤到了官局 刘依存一口咬定 自己没有参与盗窃 他压根就不认识那三个嫌疑人 同时警方已经查到了 刘依存的车辆行驶轨迹 发现他在其他的一些被盗现场 也同样出现过 至少有十七 这个案件里边 他的车 这个车的卡号信息显示 他从这地方经过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停留 这个咱们的心旨啊 咱们都是可以确定 这个刘供孙他在说谎 他为啥他要撒谎 那无非就是一种可能 他拉的这三个犯罪嫌疑人 跟他比较舒适 另外他参与比较深 他可能也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之一 刘依存应该是对警察撒了谎的 但此时警方并没有立即 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这个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呀 这个当时的这个材料证据 还不足以对他采取这个强制措施 再有一个我们也考虑到 如果对他采取措施的话 势必这个打扫警舍 把这个主要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警动 当务之急是要确定 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准确身份 通过跟周边县市的公安机关 进行案件串并 警方发现该团伙实施的盗窃案 近四十起 还有一部分这个暗房现场 这个刘摩村这个结架车 没有出现 这就说明啥 说明他们反过作案的时候 至少还有一辆车 但没有找到 很快一条新的线索出现 有监控录像 同时呢我们对这个监控录像 进行详细研判的时候 发现呢 录像里面有一辆嫌疑车辆 监控显示 当时三名主要嫌疑人中的 二号和三号嫌疑人 下了车在急事上转悠 这个就是二号犯罪嫌疑人 这个就是三号犯罪嫌疑人 这个伞下边就是咱们这个被害人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下车之后 是分开寻找目标在急事上 其中这个二号犯罪嫌疑人 寻找到了这起案件的事件目标 这辆白色白斗星轿车 就是嫌疑人所成的车辆 车辆里边有一个司机 一直在车里面没有下车 他在嫌疑人作案期间 司机呢一直用眼神 通过后视镜 观察这个高个儿嫌疑人的 整个作案过程 那个穿白色短袖的司机 并非刘一寸 从该男子的举动来看 他对于同伴们在做什么 应该是心知肚明 嫌疑人作案完成之后 司机呢 发现那个嫌疑人得手之后 立马就把这个车辆 发动着了 嫌疑人上车之后 司机马上开车 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进一步对这个嫌疑车辆 进行追踪 通过我们掉约车辆室的 相关手续 发现车辆在案发后 异常过户 相关信息显示 这辆车在案发一周后 就办理了过户手续 而案发当天 驾驶车辆的司机 正是车辆的原所有人 桑正东 桑正东也是河北省 玉田县人 十年四十七岁 曾因拐卖儿童罪被判过刑 围绕桑正东的社会关系 警方做了大量的调查 很快一名叫魏营帝的男子 被警方锁定了 这个魏营帝 正是警方之前认定的 三号嫌疑人 通过对魏营帝展开调查 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也随之揭晓 最终确定 咱们说的一号嫌疑人 是李某帽 二号嫌疑人是郑某宇 三号嫌疑人的魏姆地 这三名嫌疑人 全是夺次复兴的 这也符合咱们前妻 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描述的 通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还发现 除了刘依存 桑正东以外 还有另外三个人 也以司机的身份 参与了部分案件 以玉田为中心 这个五十多个解释 这个疯狂多难 这个团伙一共是八个人 跨省抓捕 多地警方合力出击 三个屡教屡犯的中年男人 为何殊途同归 不管说什么作用 我们也其他作用 这些人都是老子 很小的不成功 我这是小的 给老子掏心 《新隐》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18年9月4日 玉田警方组织了多个小组 对团伙中的八名成员 进行了其中抓捕 嫌疑人李天茂在家中被捕 随后在作案时 负责开车的五名嫌疑人 依次归案 而郑仁宇和魏英帝 这两个主要的嫌疑人 却逃脱了 通过我们综合研发分析 他们在刑满示范后 主要活动地点 全是在本地 相对讲比较困难 他们还需要钱 还有可能再次作难 所以讲外逃的肯定性不大 果然半个月后 警方发现了魏英帝的踪迹 当时啊 魏英帝骑着一辆摩托车 这个戴着大口罩 还戴着帽子 帽子牙的这个比较低 是这个游南望北 好像是要来乘里方向 通过突神为营地 警方得知 郑仁宇隐藏在天津的 一个朋友家里 抓捕小组 立即赶到了天津 至此八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经过审讯警方查明 李天茂 郑仁宇 魏英帝 这三名主要成员 都曾多次因犯罪被判刑 三段不同的人生 却有着相同的轨迹 这是为什么呢 警方押借的嫌疑人 前往集市进行指认 为营地交代 他和李天茂 负责寻找作案目标 以及上前购物 吸引贪主的注意 郑仁宇则负责 直接下手实施道歉 看到警察带着嫌疑人 前来指认 一些此前没有报警的商户 也说出了自己被盗的经理 这是我们玉田县杨红桥镇 柳仙庄村的集市 在这个集市我们在来之前 我们知道这个集市 有一起案件 是当时报警的 但是通过这几个小时 是在带着犯罪嫌疑人指认吧 现在我们发现了四起案件 合着咱们多出来三起案件 这四起案件 你看有这个卖粮食的 有这个卖肉的 卖爆米花的 还有一个是卖西瓜的 这四起案件 涉案金额小的是六七百块钱 大的是六七强块钱 全家一起涉案金额奖金一万元 而这仅仅是 嫌疑人指认的一个集市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 和警方的查证 案件的数量 从当初掌握的数十起 增加至了一百二十一起 涉案金额已经高达六十多万元 最让我们这个挠头的 就是丢失物品的当事人 找起来很难找 我们这二指的 我出去投契了 我们小子现在都不耐大 别的家人 都是老子 很小的 不成刚刚 我这是小的 给老子掏心 郑仁宇说 这次他被捕之后 家里的人已经不管他了 不管我也不能省气 人家省气中 我不能省气 我这个也没干 这棉家也没干 老子掏心 不疑 老子掏心 我这棉家 我以为 贵了 严源 我感到 很好的 我都不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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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其他内容 再见